今天热搜上有个新闻 美国法院正式撤销了对孟晚舟的银行欺诈等罪名的指控 评论区大家都很高兴 是不是以为孟晚舟女士打赢官司了 其实早在去年2021年的9月22日 孟晚舟和律师团队就与美国司法部及检察官达成了延期起诉协议 通过达成协议的方式来换取今天撤销指控的结果 有人好奇代价是什么 这么大的事不可能一点代价都没有吧 代价就是在延期起诉协议中 孟晚舟女士承认了华为子公司心通公司 违反了美国出口管制法规以及对伊朗的制裁法案 违规在伊朗开人业务 孟晚舟女士也承认了在与汇丰银行的沟通中 发表了不真实的言论 通过承认了上述事实来换取美国司法部 以及纽约东区检察官办公室的撤销指控 作为华为的首席财务官 孟晚舟女士的事实陈述将成为明年2月份 美国司法部起诉华为一案的证据 补充一点 美国司法部在延期起诉协议的事实确认部分 也确认了孟晚舟女士是中国公民 对于孟女士的国际争论可以告一段落 听何律师聊到这儿 你是不是心都凉了半截 那孟晚舟女士作为华为的首席财务官认罪 那明年华为的官司岂不输定了 那倒未必 说起来波音空客 阿尔斯通 华为 谷歌 微软 这些跨国巨头的司法纠纷 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 而是特定时期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 在逮捕孟晚舟的时候 美国政府是真心想要摁死华为 彻底扼杀中国在芯片及5G通信领域 挑战美国的资本 但直到今天 华为没死 反倒是拜登的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失利 民主党失去了众议院的控制权 如果拜登和民主党 想要在2024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有所作为 那缓和中美关系 解决美国眼下的经济议题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估计明年二月份 美国司法部起诉华为的案子 也会达成协议后撤诉 甚至会很快解除对华为的一系列限制 再过两个月 你就知道何律师说对不对了 今天就聊到这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写在评论区里 我是何律师 我们下次再见